蓝宇是东部非常热门的观光热点 每年都吸引很多游客到访 为了协助台东线迈向静灵碳牌目标 东华大学特别在蓝宇成立据点 推动观光永续发展工作 将与乡公所台电等单位沟通合作 鼓励岛上可以使用电动巴士 还有架设太阳能板等 希望透过灵排放的大众运输 可以有效达成灵碳牌的目标 静灵碳牌是全球持续努力的目标 国立东华大学特别在蓝宇进行相关的产业发展建议 希望能够让工部门与台电 共同来推动灵碳牌的大众运输 因为其实东华大学跟台东线 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作 不管是研究产学 那这一次我们这是由东华大学来资助的 由校务基金这边来进行蓝宇的人资导永续发展的碳中和计划 那这个计划还有得到科技部的一个补助 那最主要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了 今年是第二年要结束第三年要开始 那我们其实陆续举办过三场的一个工作方 还有就是向蓝宇学习的工作方 那最主要是我们从调查蓝宇 过去已经有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 然后来看目前在讲到永续发展 还有就是静灵减烫的部分 台东可以怎么做 那就像我们了解的 因为蓝宇其实在台湾算是最能够有效的推展 永续发展17项目标跟静灵减烫 所以我们先从碳中和的盘查 然后再来就是在改善生活健康福祉的一个水资源 然后它的海洋资源的部分 怎么样能够让它达到永续发展 要达成静灵碳排的目标 必须先从民众及工部门的观念开始深耕 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做到 苏明谦也强调将会先从工所 村长还有地方起劳开始 让南宇的观光产业能够永续发展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